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六百九十四集 老大 搞定了 小伙来到秦晨的面前 有些不好意思的 那些边缘的残渣 我帮老大清理了一下 秦晨一脸黑线 那些是残渣吗 啊 被他们啃试掉的那足足有数亿的中品晶石了吧 不过 对秦晨而言 小伙他们的实力提升的比这些区区中品真实要有价值多了 所以倒也没说什么 只是一台手 那片巨大的上品真实矿脉就收了起来 这么大一整块的上品真实 可是比那些一小块一小块的上品真实好多了 到时候 修炼的时候 只需要往上面一坐 便有源源不断的真元之力补充过来 可以说 是所有舞者梦寐以求的东西 哎 小伙好像遇到麻烦了 就在这时 小伙突然说道 走 去看看 秦晨立即就向着小伙离开的方向飞掠了过去 片刻之后 他就听到了阵阵的轰鸣声 然后是小伙愤怒的大声叫着 秦晨的精神力立即扫了过去 便发现小伙被四五个人给围住了 这么多人围攻小一个 秦晨顿时就火气上来了 只是数个呼吸的时间 秦晨就落在了这四名武皇的面前 这些人显然是来自同一个宗门 身上的装扮都一样 似乎是雾引门的高手 并且修为基本都在中期或者中期巅峰 只有一个人十分的年轻 在八阶初期巅峰的样子 之前那想要和他分配真实的武皇 也在人群中 虽然有些狼狈 但是并没有受伤 看到秦晨过来 那几名武皇没有再攻击 小乙呢 有些垂头丧气的 回到了秦晨的身旁 也没有继续攻击 他刚刚夸下了海口 说是要让那些家伙好看 现在不说让对方好看了 这四五个人包围住了他 如果不是秦晨过来 那说不定还要吃亏呢 士气蚁啊 虽然厉害 那是一种种群厉害 一大群的士气蚁 能够瞬间的将一名中期巅峰武皇 啃食干净 可单独小乙一个 那就是防御力可怕一些而已 论实力啊 也就是和一名中期巅峰武皇 差不多吧 诶 是那耽搁的秦晨 看到了秦晨过来 这一群人目光顿时一致 秦晨在外面 连风雷子都敢得罪 见过他的人自然很多 此人虽然来自下死瑜 但是绝对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种 而在他们看到幽仙雪之后 眼中更是流露出了惊艳的深情 这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有仙气之人吗 幽仙雪给人的感觉太高了 太美了 甚至让人从心底有一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难道此人是那幻魔宗的圣女不是 其中一个人 难难道 进入古渝界的各大势力女弟子中 除了幻魔宗的圣女之外 他们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人可以这么美 只是 幻魔宗那圣女的气息和面前的女子的气息似乎截然不同啊 陈思思在外界虽然戴着面纱 但是她身上那种魅意怎么也无法掩饰 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 而面前之人却极其高冷 如同九天仙子一般 似乎不应在凡间出现一样 所以众人心中都纷纷疑惑 猜测幽仙雪的来历 念大哥 此人不是幻魔宗的 是执法殿的弟子 这也是刚才八截初期巅峰的天骄 在一旁提醒的 他是属于天骄 因此在上彩虹桥的时候 曾经见过飘妙宫和执法殿的弟子 幻千雪呢 乃是其中最惊艳的三人之一 自然有影响 原本几人看到了秦晨之后 脸上还是比较随意的 听说了幻千雪是执法殿的人之后 却是纷纷地道谢了一口凉情 虽然他们疑惑执法殿的人 为什么会和丹阁的人待在一起 而且还是这个来自下四域的弟子 可是他们却知道 不管是丹阁还是执法殿 都不是他们误隐瞒好惹的 秦少侠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还有这位仙子 这奇异灵虫应该是秦少侠的灵虫吧 他追杀我朋友 我们出手拦住了 现在大家没受什么伤 我建议就这么算了 不知秦少侠意下如何 其中领头的一名 即将突破后期中期巅峰武皇的 主动站起来 对着秦晨抱了抱拳说道 见对方说话客气 秦晨也点点头 并不在意 对方应该是知道了士气已的厉害 而且清楚优谦雪的来历 明白占不到便宜才这样的 对秦晨而言 他现在也没必要和别人起争执 物隐门 不大不小 也算是武艺中的一个顶级势力 在没损失的情况下 也没必要要发生多大的冲突 只是他却有些疑惑 这些物隐门的人居然都聚在一起 到底是怎么遇到的呢 就算是运气好 也不会四五个同宗同门的人一起遇到吧 敢瞧我老大的真买 现在说算就算了 小乙进双方打不起来 有些不爽地盯着那名逃跑的 中期巅峰武皇威胁了一句的 哼 刚才是因为我一个人 没带兄弟 如果我也带上兄弟的话 早把你们这群人 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了 几个人盯着这一愣 这才知道 原来啊 是自己这边的人 觊觎对方的真实矿脉 难怪人家追上来 至于小乙说的狠话 这群人却不以为 皮个小小的奇异灵虫而已 就算实力强大一些 又能拿他们怎么样 秦辰和幽谦雪 虽然来历不简单 但是 也只是八截初期的 巅峰武皇而已 只是啊 他们心头的不屑 还没表示出来 就听到 嗡嗡嗡的声音响了起来 只见到从四面八方出现了无数的奇异灵虫 这些奇异灵虫的大小 都比眼前的士气已小了一圈 身上的气息虽然没那么可怕 可架不住数量多呀 特别是其中 还有一种身上有着火红色斑纹的奇异灵虫 散溢出来的气息似乎更加可怕 小姨 你没事吧 小火飞了过来 看到小姨没事后 这才镇定了下来 小火 你来得正好 这些家伙刚才欺负我们虫少 不想赔偿 就把事情掀过去 哪那么简单呢 小姨气呼呼的道 兄弟们来了呀 他立即就再度傲娇起来 呜呜呜呜呜呜 只见天空中 大量的士气蚁和火炼虫 形成了两团漆黑的阴云 散溢出的气息 令人无比的惊激 内心莫名的充满了恐惧 有话好商量啊 领头的念性武皇 急忙的上前一步 有些紧张的说道 看着头顶密密麻麻的士气蚁和火炼虫 额头冒出了冷汗 刚才就一只奇蚁蚁虫 他们半天都没拿下 现在一下子出现了成千上万只 一旦进攻起来 他们能躺住吗 哼 现在知道怕了啊 小姨傲然的说 当然 没有秦臣的吩咐 他也不敢贸人攻击 生怕引起秦臣的不怨 傲然的 你们有什么话 就和我们老大说吧 秦少侠 刚才是我们不对 不知秦少侠想要什么赔偿 只管开口 我们乌尔门 也不是不讲道理之人啊 那武皇急忙的 他堂堂乌尔门高层 要对一个丹阁弟子道歉 内心也是郁闷至极 但是他也知道好歹 知道在这里能不及冲突 还是不及冲突的好 秦臣自然不想要什么赔偿 刚想说算了 但是心中一动 道 呃 赔偿就算了 本少倒是有些好奇 你们是怎么聚到一起的 据本少所知 这里一般的传讯工具 都用不了了 对方见秦臣这么好说话 倒是也松了一口气的 哎呀 秦少侠原来想知道这个呀 哼 能 他拿出了一块预检 递给了秦臣呢 就是这个 这是我们乌尔门的传讯预检 在这里如果不是相距很远的话 彼此能够感应到一些讯息 秦臣将精神力灌输到预检中 心头一动 他发现 乌尔门的传讯预检中 有一种特殊的禁止 这种禁止十分的古怪 类似于一模族的密文禁止 但是实际上呢 还是上古禁止的变种 能够吸收着一模大陆的部分能量 如此一来 这通讯预检虽然无法做到彻底通讯 但是却能在一定距离有所感应 难怪这些家伙能够彼此聚在一起 就在这个时候 秦臣感觉到自己手中的传讯预检 微微一震 似乎传递了什么消息 这几名本就想离开的武皇 感受到了预检阵痛后 连招呼都没有打 对着秦臣拱拱手 立即就废略离开 朝着深处的一处山林 暴掠而去 秦臣感觉得出来 这传讯预检似乎传递了 十分紧要的信息 走 跟去看看 秦臣立即说道 说完 带着忧心学 立即跟在了几人身后 这几人感受到秦臣后 并未说什么 只是在前面不停地飞着 一炷香的时间过后 秦臣就看到了 前方出现了一团的凌云 远在数百里之外 能够清晰地看到 秦臣继续向前 片刻之后 他们就来到了凌云的下方 那是一片山谷 此刻 这片山谷中 已经聚集了数十人 各个势力的高手 而且秦臣还看到了一个老熟人 飘渺公 周芷威 众人站在了山谷外 而山谷里面 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黑雾 而从那黑雾中 却有一股惊人的灵气 弥漫而出 在天空中 形成了七彩的凌云 秦臣立即明白 这些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显然是被天空中的凌云吸引过来的 只要是在方圆数百里内 都会看到那团凌云 而能形成如此的凌云 这山谷里 定然有某种异宝 老大 这是一个天然阵法呀 其他的弑蟹蚁和火炼虫 分散在四周 只有小蚁和小火 跟在秦臣的身边 小蚁停下来后 立即说道 不用小蚁说 秦臣也看出来了 这黑色的雾气 包裹着山谷中的 一个巨大的天然法阵 如果不是其中的灵物 释放出了凌云 正常情况下 别人就算是路过 也不会发现这里面的异状 而且 这个天然阵法 是级别很高的 起码是八阶顶级的 就算是秦臣 也未必能够 短时间内破开 众人看到秦臣身边的 幽谦学 顿时纷纷露出 惊艳的神色 而听到了秦臣身边的 两个奇异灵虫 说话之后 更是奇怪 一般情况下 能说话的都是灵虫 而灵虫呢 是不被带入古鱼界的 倒是奇异灵虫 没什么问题 可奇异灵虫呢 往往一般都没有灵制 这秦臣是哪里得到 这两只灵虫的呢 莫非是这虚无大陆中的 奇异灵虫 这倒不是没可能呢 此地其他的生物没有 但是各种古怪的虫兽 却是很多 它们中人不少人 都吃过这虫兽的亏 难道是因为秦臣身上 有着某种驾驭着虚无大陆 虫兽的御兽学吗 一些人的眼里已经露出了贪念 虽然不知道 小蚁和小火有什么能耐 但是 光是能够操纵这虚无大陆的 虫兽这一条 就足以令众人为之炎热了 秦小兄弟 你这两个灵虫卖不卖啊 多少证识我都出了 本皇来自天岭龙家 对这些奇异的灵虫最是好奇 而且此灵虫 应该是这些虚无大陆中的生物吧 我建议阁下还是卖掉 否则的话 会给阁下惹来很多麻烦的 一名中旗武皇 走到秦臣面前 报了报全说 语气看似诚恳 实则是因应带着威胁 天岭龙家十分的强大 属于武裕最顶级的世家 家族中有数名武帝强者 而且传闻 先辈的体内拥有真龙血脉 可谓是一个顶级世家 他这么一上来 其他的看中秦臣灵虫的人 顿时不动 暗道龙家的无耻 这灵虫 气息不凡 一旦带回天武大陆 必然会有巨大的收获 关键是 目前场上没有耽搁的高手在此 这可谓是很好的机会 武魂大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也想把小鱼我买下来 就是一百个你 也抵不上小鱼我的一根腿毛 滚一边儿去 不然小鱼我吃了你 秦臣根本就没说话 小鱼就大声说的 小伙在旁边虽然没说话 目光却是幽冷得冰凉得很 对他们来说 这家伙 竟然敢挑衅自己老大 将他们两个给卖了 简直是不能忍受啊 万一老大真将他们卖了 怎么卖 他们早就被秦臣留下过灵魂印记 从苏醒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根定秦臣了 更何况 老大身上还有那舒服的青色火焰呢 只有在青色火焰里 他们才能迅速快速地成长 这么好的老大 他们脑残了才想离开呢 一个小小的臭虫 也敢口出狂言 现在我便教教你该怎么做灵虫 那龙家的舞者顿时脸色异了 抬手就朝着小乙和小伙抓去